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跟做节目有什么区别吗 您记住了 节目上一般都是特别正经的 我们这都是特别不正经的 但关键也是跟嘉宾有关系 今天来两位大伙都熟悉 一位是德运社的于谦老师 这位得隆重介绍一下 现在是越来越红 著名演员沈腾 欢迎 然后这后期配一个3000人的鼓掌 沈腾大家都很熟悉 开心菊花 麻花 对不起 开心麻花 开心麻花现在特别的好 包括我这两年连任上春晚的小剧场演出也非常的红火 但是好像看你做节目做的不多 对 我在私下跟他有过两次接触 我发现这是一个特别不爱说话的人 我发现了 其实说句良心话 我也是比较内向的人 虽然说一说这好多人都不信 但是我自己已经越来越接受这个观点了 我老说这台上跟疯子似的 台下也跟疯子似的 这个人就是疯子 不管是周别林 周星驰 这些位都是 你看台上很敬业 装风卖傻的 台下好安静 你是这么一个人吗 我以前台下也不安静 自然我也听说了 这个大师应该是这样 就奔大师去 又大又是 大师是需要努力来实现的一种工作 别使劲憋着不说话 慢性奄言 希望在节目里边 如果能说话 就尽量 因为咱们节目时间短好糊润 如果说实在是比如说不愿说话 就做特别深沉的状态 然后你就思考 我们俩会配合你了 那么导演说都来 看电视吗 还真不看 有电视吗 电视有 台一个都没有 就没调出来 不是 他那电视一打开了 也不就一盘子跟着拽 那就微波炉 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叫《笑傲江湖》看了吗 没有 听说了吗 听说了 《笑傲江湖》是金庸先生的巨著了 也是金庸先生文本改编的 我没看 我只是看到了网上有一批观众们 粉丝们聊天 爱的是真爱 拍的真好 人物选的也好 故事重新调整的也不错 骂的就骂的狗血喷头了 这个都很正常 咱们看《笑傲记》 看《红楼梦》来说 我从小比如看《笑傲记》 看进去了 我脑子里会随着所有的文字 会有一些个画面 我认为猪八戒得这样 你认为孙悟空得那样 每个人不一样 他换着导演 导演心的也有一个他的猪八戒 也有他的一个林黛玉 他是用他的角度和技术手段去塑造 所以说能不能跟大多数人吻合 那就两说了 对 尤其这种名著改编的东西 每个人看的人很多 然后看完了以后 脑子里都像您说那些 都有自己的一个形象 像比如87版拍《西游记》的时候 其实那会儿的技术 跟现在说很落后 你看人物飞一些特技变 现在看到小儿科 但是这么多年来 几十年了 他每次不换寒暑架 随时放随时会有收视率 好像大多数人都认为 87版的《西游记》是最好的 其实第一是由于那会儿 好像电视还不是这么广泛 第二来说 他可能成功在 我分析 他大量的运用了中国戏曲的因素 不管是人物造型 他的武打 他的武打 你看朱不介跟妖精打 孙空打 其实都是京剧舞台上的档子 只不过换了一种不一样的技巧 用摄像机把它拍下来 但实际上那些东西 是中国人潜移默化里边 他能接受的 对 这更容易 也就是说 他可能更贴近援助一些 对 或者还有一个是不是贤入为主也有关系 有关系 是有关系的 不管怎么说 《西游记》是很成功 但是之后这几部有关武侠的片子就是回遇参办了 捧的真捧 骂的真骂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 对金庸先生还真是表示尊敬 金庸先生的书基本上我都看了 都看过 都看过 书我都看过 我印象中当初你看盗版书 你都看得出来它的影响 好多书出这是全庸 你看 跟金字差不多 全庸 叫金庚 金庚 对 这个书很多 你就知道它卖的多好了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你看过多少 我基本上没看小说 我这一直打算保护眼睛 一直保护它这么大 早上给你念是吧 要不认字就说不认字 你也不用这么客气 小夫难为五米之锤 老国遭逢千年血堆 为了避免现场出现雪花纷飞的严寒场面 老国一咬牙始出一招杀手锦 说点男人之间的那些事 正关系 买肉的脚丝 他也高二奶 跟鲁提侠一说 鲁提侠很生气 李逵 李逵算是大侠了吧 大吃人肉 武松更魔说了 不要再说了 从浩勇动魂力挖掘市井侠义之风 在捧砸的欧中应用草莽智慧 打遍天下无敌手 我这甭管是西城中城 中文海淀 这得属我 男人嘛 要是没点俊气方刚 仗义出头的劲 那还不如人好见呢 武侠小说也好几年了 如果你再往前导 导导中国古代 我觉得水浒传应该算是一部武侠经说了 谢谢 对 是不是 对 过去说了 少不看水浒 老不看三国 看了三国学奸诈 看了水浒学打架 其实你回头一想 可能老辈传这个理由还是有道理的 你说现在哪位小学生 中学生毕了业的 跨个保健 我要出去当侠客 想想都是很可怕的 他再把水浒传当成自己人生的目标 这时候就乱了 因为那个年龄段 他思想各方面还都不太成熟 他看了那个容易冲动 不一样的角度 同样一个事 比如说楼梯下拳打正关系 你要说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他可能未必就是一个合适的好故事 他可能就是一个恐怖的案例 鲁提侠也是个公务员了 打满脸花瓜给人家 就是你这酒馆里喝酒 来金翠莲 金翠莲这一哭 给正关系做妾 然后最后让人这个大婆给打出来了 这就是小三上位没成功 让人打出来了 跟鲁提侠一说鲁提侠很生气 这个是谁正关系 买肉的屌丝 他也包二奶 我都公务员了 我还是个光棍 是吧 咱们去找他去吧 是不是 你找他去 你去跟有理说理 去了之后找人饿肉 要几斤这个几斤那个 切成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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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吃丸子 吃这个 吃那个 不给人钱 不给钱 正关系说 那没带钱 下回吧 下回没带 说到拔月街 拔月街没带 年纪吧 年纪没有 年纪不要了 不要不行 打人 你说这哪点合理 正关系要报警 鲁大就非得弄起来不可 而且他把人家给打死了 是不是 通过您的女说 水果山这简直是没法要 但是也是弘扬正气 弘扬正气在哪 就在鲁提侠 从打完正关系之后 告诉金翠莲 你奔东京 有什么事我还能照顾你 金翠莲也是一个鸡贼的妇女 我上东京 这个孙子这么愣 我别去了 跑到舞台山脚下跟了赵元外结婚了 没想到误打误撞 给他救了 鲁提侠又也到舞台山下 赵元外瞧呼 这个大个儿 赵元外也够年坏损的 我给你出一桌 我给你出一桌 我给你当盒儿去吧 你细琢磨有一个好人吗 这里头 包括这个谁 李逵 李逵算是大侠了吧 对吧 碰见李鬼了 假冒他的名姓 当时本人杀了 原文上写 弄了两生米跟着煮饭 有大理鬼腿上弄两块肉下来 一块弄 这玩意你受了吗 你看看 是不是 大吃人肉 崔平山 石秀杀嫂 本人开了堂 然后他是跟和尚 有不干净的爱情故事 杀人业这官府都是不能拟杀 武松更魔说了 不要再说了 说两句话对吗 这就是能耐 看不同的书 有不同的切入点 你从哪看 那是 当今社会两位说说 需要不需要 还有狭义出现的 实际上 因为金融先生有个小说叫狭刻行 对 是吧 狭刻行吗 狭刻我估计 问你们行不行 还是分从哪个角度看 狭义你要说 你要说从正义的方面 咱还是真是需要这种狭干义打的这么一个想法 正能量 对 但是你说我出于狭义的目的 我干出违法的事来了 现今社会的法治是健全的 对 他也不是说一个好事 包括你说扶老太太这事 对 就说扶老邪幼 有时候狭义说是大家伙好像越来越漠视各种需要帮助的这些事 那么我觉得主要是应该治理老太太的事 对 要不然大家也不会这么狭义 他是一个全民素质的问题 对 碰瓷的问题 对 对 那天商量一下 有几个碰瓷的好办法可以处理 有几个真实的案例 这车走着走着 一看来人了 车踩住了 这老大爷 还往车上爬 然后躺地下来了 这司机大车下来 把门一关 就跟老头躺一并排 看看哪谁好得过谁 40分钟 老头站起来 太冷了 你躺着我 我走了 还有一个也是 两个开车出去 对面来女的七自行车 汽车都停了 这车广 还撞人家 这女的藏地上 撞死了 开车这哥俩也坏 下来看看 怎么样了 没气了 趁着跟前没人 给他扔合来去 这女的蹭就起来了 踢着车就跑了 社会上是有一些 一些风气不是很好 你说这都是以毒攻毒 对 得有治他的办法 就是 这种方法他用的就是良善好汉的 狭义精神 当然这万幸这碰见李逵 你躺在那他过来 腿上来两块肉 来两生米 夸夸一顿 还是给你弄一轮椅 受不了 你觉得现在中国咱们 狭义精神还能体现在哪 两位研究过吗 这都没话了 这一叹息就说就没有了 你从小 也有 你从小 你先说你有没有狭义精神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状态 你跨着保险 那往是一战 什么兴侠仗义打包不平 好多人脑子里他会有这个憧憬 其实八九十年代的 东北整个的风气就是这样的风气 那你在东北长大 对 有好多不是说以头以道 说社会治安乱或者干嘛 有一部分人专门就是大家 大家扮个名声 你说他能值几个钱 不是 你说他帮人要账的那会还不行 对 他感觉是兴侠仗义 但是好 当然了 好坏也有时候也分不太出来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好像天津 这种风气也有 北京也有 北京也是 北京也有 我带要这片 我打遍天下无敌手 我这甭管是西城东城城